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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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河西区三河里一百一十一号 天津杨柳青画设 于所属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并肩而立 他们被现代楼宇包裹藏在闹市深处 今天王爷和小伙伴们尝试着用抖音的方式宣传杨柳青木板年画 喂 这个太难了 陆木原道 就二十 咋的 天津杨柳青画设成立于1958年 今天已然是第六十四个年头 王爷和他的师兄妹只画设的第五代传承人 与年画朝夕相伴 在王爷和师兄妹的眼里 神画 戏曲 年俗 生活 四百多年历史的杨柳青木板年画 和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息息相关 在生活中也会发现好多的杨柳青年画的元素 像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里面那个天青 其实也是属于青色系 像香色 香色在《红楼梦》里有描述 就是甲母穿的衣服 是香色的一种 十四年前 经过层层筛选 二十五岁的王爷 终于成为天津杨柳青画设的一名正式员工 第一次见到画设里的资料藏品 王爷吃惊不已 来画设那年 整改上画设搬家 就是要拆迁盖现在的博物馆 记得特别清楚是一六平方 好几间屋子 里面都是架子 都是我们的板 一张年画的板 可能会有好多好多画 这样一螺 有套色板 有它的线板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 哦 这幅画 比如说零零有余 哦 零零有余 线板是这样的 然后它套色板是这样的 天津杨柳青画设 珍藏自明代以来 上万张杨柳青木板年画 和六千多块年画老板 在中国各个木板年画产地中 板藏数量最多 然而如此丰厚的仓品 究竟从何而来 天津五大道 这座小洋楼是天津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所在 2018年 废宜中心启动了 用数字时代的影像技术 记录 抢救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今天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 副主任杨文 请来了天津杨柳青画设 第一代员工 回忆天津杨柳青画设 在建立之初的那些尘封往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 木板年画一度衰落的情形 是韩秀英 霍秀英 从父辈口中听到的 那时 中国木板年画 犹如那个时代的人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1937年77事变后 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日战争 复巢之下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 日寇却将上天言好事 回宫将吉祥的造王也 印上东亚共荣等字样 借此奴化沦陷去人民的思想 掩盖侵略中国的行径 到了腊月 日委政府强迫老百姓 每家必买一张造王 百姓不敢违抗 但买后随即撕掉 说这个造王上不去天 因为在人间坏事做得太多了 为了唤起民族的觉醒 以延安为中心的大批文艺工作者 用柴灶下的黑烟子当油墨 用布枪上擦枪糖的碳条 做成木刻刀 开展了年画上的抗战 日本侵略者被中国老百姓 称作小鬼子 在百姓心中能打鬼的 自然是门神 于是中国军人在这时 成了门神的最佳候选人 这幅被老百姓称为 抗战门神的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 传统的门神被中国军人替代 秦穷靖德则变身 八路军和游击队 在那个争容的年代 旧日纳福银祥 驱邪避恶 多子多孙 以及戏曲故事的年画 变成了百姓和中华民族 最关切的生存与命运 四十一路 试管后 夜夜 handled 不充分 好 老师 睡觉了 这场好 是谁来的 好 回来了 一切顺利 顺利 够快的 所有的光盘内容都转到这 现在电脑上小孩干活还真够率 不错 挺好 那咱先给你看一下 行 我带你 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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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这个 这一元 背影要非常好 再带你 带你 这是一件特殊的礼物 2004年 张安继和兄弟姐妹们 把父母年轻时的老照片 剪辑成一段视频 送给60年钻石婚的父母 如今 父母都已不在 这份往日的礼物 更显珍贵 视频里记录着父亲和母亲 那个时代的青春模样 60年前 29岁的父亲母亲 同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 第三期学院 父亲张应雪学习木课 母亲张衡学习音乐 这真是艺术的天作之和 这张在这儿 八个岁看中的就是这张 这第一张三十五年的嘛 刚考入录音 然后这第一张作品 是什么色情的 张应雪初次做于1939年 1939年 他刚在延安的刚考入录音 可惜这个版是最早 抗日战争时期物资贫乏 木头 刻刀是最容易得到的创作工具 木课版画无疑成了鲁一美术系的必修课 进入美术系 它是考进去的 一直在那里学 也是学了学版画 毕业以后 深入部队 深入农村 就是老百姓这样 也都是观看他们生活 用美术版画 来表现解放区的一些情景 和当时根据地的吧 一些情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 这一年 已经在延安从事美术工作的张应雪 和老师马达 同学郭军等人 先后调到了天津 负责文化工作 张应雪早就听说过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华 但是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杨柳青镇 看到的却是年华作坊 濒临灭绝的场景 在农村里 看了看 农村确实是由刀就对的是花板 花板是对的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 该集我的 1949年11月26日 中央文化部发布了 经毛泽东主席 亲自批准的第一号文件 文件中指出 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 最流行的形式之一 要求全国各地 积极开展新棉花的创作 和出版工作 消息迅速穿遍全国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 并临凋敝的杨柳青木板棉花 是否能起死回生 玉成号是新中国成立后 天津杨柳青镇 唯一残存的棉花老字号 而玉成号就是 韩秀英和霍秀英的家 他妈妈没有眼 看不见 我妈妈呢 正常人 就做饭嘛 做这一家的饭嘛 最往前一个做 就在一块干 这俩老人呢 就在一块做 就像亲兄弟一样 1950年 霍秀英和韩秀英的父亲 霍玉堂 韩春荣 召集张兴泽 陆恩荣 尹青山 潘忠义 赵景春 一共七位老艺人 东拼西凑 重操旧业 扎眼学了 什么江浙了 郭君了 少花了 这些人 就来采访 有几个老头 小妹腰 路子 挺冷的 挺麻烦 你看挺江湖 在这么江湖情况下 这些老头也不放弃 人手不够 孩子凑 十岁的霍秀英 十三岁的韩秀英 两个小姐妹是老师傅的校徒弟 他们也成为新中国杨柳青木板年画 第一代继承人 就是师傅告诉我们 还有儿童抬头 天子耿地 陈甘牛 正宫两个七松万 不封的万年寿 还有好多那些个画的那些方面 师傅都教过我们 本事我们笔也会做 啥也都会对 张应雪在春风吹又生的文章里 这样回忆 大概是1953年冬 我们再去杨柳青镇 在一个院落的两间小屋里 生着小梅囚颅 有三四个老人围在岸旁 验刷造王 神仙和娃娃鲍鱼的小幅年画 父辈教孩子 师傅带徒弟 传统手艺在小小的平房里 又慢慢传承下去 今天 王爷和师傅在一家饭店 迎接天津杨柳青画店的 几位第一代老员工 退休后 老人们相约每年聚会一次 随着年纪的增长 聚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这张张片大概是60年的 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 这上来一共15个人 15个人我数一数啊 有七位已经不在了 60年前 年画老艺人们成立的 天津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 和天津德育工化庄 天津荣宝宅木板水印工厂 三家合并为 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前身 天津杨柳青画店 面向社会招聘接班人 老人们就是当年的接班人 不久 天津社文化局资助拨款 在杨柳青镇和盐大街 二街一号院内 新建十余间房 这是天津杨柳青木板棉画的 生产车间 这也是新中国城里后 天津杨柳青木板棉画 第一个由国家资助的家 1960年农历正月初四 那是河里冻着冰的冬天 这一天老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就高分的 中央的大领导来 那个就是这个车呀 从那个桥 从这个推大道的桥 整好 整个都放多 后来大家才知道 黑色的车是红旗轿车 穿灰大衣的人是周总理 不久后 周总理还托人寄来了紧缺的颜料 鼓励大家把传统记忆传承下去 1960年也是张应雪人生中 最不能忘怀的一年 为了让杨柳青木板棉画再获新生 这一年由他申报建立 天津杨柳青木板棉花 棉花博物馆的报告 获得批准 于是筹建征集工作开始了 这个建立延期棉花博物馆呢 这是由 所谓文化部的副部长建议 后来展望学区 把这个事报到了市里 市里后来就批准了 刚刚参加工作嘛 这时候我是小吏吧到那去 对吧 当时跟杨柳青镇的 那个杨柳青年画合作社的 一个老艺人 火玉堂还有海春蓉 跟着他们呢 一块插队板子 他那个板子啊 是一块墨下板 好几块套这板 当时揍进来的 都已经混搭了 就是那些老先生呢 给配套 他配完套呢 我给等级 他们收集了好多 年华的样本啊 还有契约啊 还有牌子拍表 我是哪个花店哪个花店拍表 这些历经四百多年 由历代画师和工匠们创作的杨柳青木板年画 终于在新中国这些众多有缘人的手中 得以幸存下来 这个人是一个人的手中 就是一个人的手中 但是他也有缘人的手中 他也有缘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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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寻找当年一位捐献者的经历 让杨文记忆有心 那一个很系统的大量的捐赠 那一块里面我看到登记人的名字 很应该说是很捐秀的字 男同志 我就看到了两个名字 就是郎俊明跟王老仲 真的我们当那个展览开始要做的时候 我其实是人为的 想刻意的设计一个环节 就是这个人他回来 在展览的前一天 人家帮我联系了 他联系到村里 村里只有书记有一个手机 我将近两个多小时没敢走 因为马上就要开展 我觉得要是能找到他多好呀 后来他就来电话了说 他前不久刚刚就去世 书记也不知道 就是他刚刚去世 贪了一年多 你早点找好了 这个话严重 戳到我 戳到我这边 就是从那儿开始 我才能够意识到 民间艺术保护的 兵位和重要性 我后来就在想 就是这样一个老人 就是他原来参与过这么多的活动 仅仅就是安于回乡故隆 然后他又瘫在床上那一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怀念那种美好的时光 就是那应该是他的人生高光点 征集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然而正当天津阳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即将动工之急 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 导致了全国性食物断缺危机 经济不行 60年经济很困难 心中国面临着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天津阳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的筹进计划 也不得不叫停 而这一停就是51年 2011年张应学已经是95岁的老人 7月的一天 他接到了一封等待了51年的情节 十几号的时候 杨柳青画社的领导就拿送来这个请柬 就是说博物馆已经建成了 20号要举行开馆仪式 当时我父亲已经不可能起床了 2011年7月20日 天津阳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这一天 张应学病逝 来时乌发少年 走时白发苍苍 进入天津以后 自从关注杨柳青年画这个 他就非常的 感情就连在一起 一直没有脱离这个事情 研究它 抢救 发掘 研究 重建 到最后建于这个博物馆 然后他去世前 就去世的那天 去博物馆 所以整个的工程 对他来说实际上还应该说是感到欣慰 但在命运 时间不雨 岁月无声 如今 这些因诸多有缘人的抢救 而幸存的六千余款老板和万余福木板年画 在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中静静等待 或许在今年后的某一刻 又将点燃下一个有缘人 天津市中心公园 天津市中心公园 天津大龄亲人家长们自发形成的相亲市场 今天 王爷和小伙伴们为一位同事来偷偷相亲 他的审美挺高的 他有美院毕业的 咱又是学艺术的 对吧 学艺术 眼光都比较高 然后又这么多年 天天看咱年画里的侍女 都是 啊 美人 这个还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 他主要是那个什么 年明的要求 比较严格 这主要是 他这跟他一样带 嗯 行吗 可算碰到一个跟他一样大的 坏子 坏子 我觉得可以 这事很 这位神秘的相亲对象 名叫郭金伟 十年前 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 便进入杨柳青画社 学习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的 表画工艺 其实除了眼光高 郭金伟不好找女朋友的 另一个原因时 如今木板年画的市场不景气 使得这个群体的工资待遇 普遍不高 2006年 拥有400年历史的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然而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或许也说明它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 木板年画在当下的净狂 常常令王爷和师兄妹们 感到阴影的焦虑 越来越发现这个现代的年轻人 对于杨柳青年画真的不知道 而且和咱们现代的生活 已经产生了距离 每年春节 杨柳青年画中的生肖形象 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王爷和小伙伴们 打算重新创作一款 今年的生肖年画 让杨柳青木板年画重新回到生活中 现在开的都是凤眼 他这种老娃娃开的是橘子眼 这是哪个男的 家庆 那这种肖年 这种肖子咱们会有文神的形象 对吧 但是这种比较熏 那可爱 小老虎 变成这种可爱 对 看着虾 我们在色彩上要创新 因为每个年代有它每个年代的代表色彩 咱这是匪务之类的化遗产 咱要传承的就是这个老味 大伙子现在都在看手机 对吧 如果我们再不创新了 在未来呢 对吧 年轻人更不能认可这样的 反正我还是主张要创新 不创新没有出 就是我这十二龙的地方摆上之后 看看一路红盒不易 你老守着你那些传统 什么时候搞得像 什么时候去西方 咱们现在市场这样 改行不行吗 我是一年二十四岁 从虚条毕业的就到画社 然后呢 从对年画没有什么认识 然后到一点一点的认识年画 然后喜欢年画到最后到创作年画 已经对年画有一种难以格的那种感情了 反正只要画热在 我肯定不会看啊 每次创作年画就像退了层皮 传承与创新究竟何去何从 今天王爷忽然想到了一位旧兵 王老师 我来了 这是我来唱过的那些画 然后来点自己发 王宝贵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担任过天津杨柳青画社创作室主任 如今在天津工艺美术学院 教授版画等课程 这是您工作室 对 这些是您的原作吧 对 这是以前画的 来 来 年间画我 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年画这个创作 现在在这个造型和它这整体风格上 有点纠结了 又开始了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又开始了 年画我发展 你离开创作不行 你看我们这幅画 就是在农村的一个养鸡场 当时的养鸡场它不像现在 都关在农村里的不动 那些就是那个 三养鸡场 这养鸡场 就是三养 饲养员 这养鸡场 就是这个鸡场 剔的这个鸡鸡鸡丝料 嗯 往前面一走 那鸡跟着就跑 你看看它还跑这被 有这种宣略 嗯 那這張畫 當時印刷之後 定數四五十萬 建國後有好多的那個新年畫 對 我還帶來了這張嗎 這個 這個真上林多 這都是一九五幾年到六幾年 這是張西武畫 這是張西武畫 這是一九七幾年 張文錦的畫 這是張文錦一九六幾年畫的 這叫三屆三屆別術五級 這非常經典 這張畫原作好像在中國美術院收藏 張文錦是我的老師 因為我們在美院 天津美術學院1974年 美術學院的繪畫系 專門開了一個年畫版 還有一個連畫版 連畫發行量特別大 而且每年要出新品牌 極缺創作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 老藝人創作新年畫的力量不足 而大批專業的畫家 進入年畫的創作領域 他們深入生活 發現生活之美 新年來年長的頂童 發展新年上天堅畫 主要用性顏色它不能變 它一變就不像陽龍青的 畫家 逐漸在這房屋靠龍 這繪畫剔傷的 似與不似之間 所以我選擇的題材 像西國天的謝忍 有娃娃 開頭了幾個是女 頭了幾手 所以把這陽明星年華的臉 我吸收過來了 把顏色我也吸收過來了 現在要創造陽明星年華 你都有人才吧 沒人才來 你沒人呢 她畫不了了 她沒有畫呀 她沒有這個技術了 在創作過程中 作者們也遇到了今天 王燕和同事們的同樣問題 新創作既要新又要像 新是時代的新 內容的新 像是要像陽有青 既要有民族和地方的特色 又不能限制在過去的城市裡 一成不變 封進陽柳青年華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這張畫是張森林的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为了创作新题材的杨柳青年画 二十八岁的王宝贵经常要体验生活 而这个经历 还让王宝贵当了回电影演员 我和那几年一块去的 参观猫子去旧居 当然在那儿博物馆 同时给我们介绍了好多情况 记录下来还真是挺重要的 这是在列宁小学 列宁小学 我们和当地孙女同时同坐 这小杨阳 她是就是当地的小姑娘 我们那天在创作史的时候 一年至少需要两张画 画的形象画得非常好 刘吉祥林年画发展到现在 既要符合社会的一些要求 还得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 在艺术形式上头 还要有所创新 它这个搭到的几个统一 应该是不容易 画这个画 非常费功夫 也累 你可能这一张画论月算 你几个月画一张 能坚持到现在还在画那张画 首先她得喜欢那张画 喜欢生活 今天一位零零后来到天津杨柳青古镇 寻找创作的灵感 严宝如 天津城建大学学生 前不久 严宝如和同学们接到天津市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创产品创意设计大赛的报名通知 从辽宝林安山到天津上大学已经第三个年头了 说到天津的文化创意 说到天津的文化创意 严宝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娃娃 然而 零零后们心中的杨柳青娃娃 能被专家们认可吗 我们这次大赛来说 主要评的还是我们的创意 就是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个好的点子 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阐释 有没有一些创新点 午后 天津市民族文化宫内 大赛最后的选拔正在进行 当严宝如团队创作的杨柳青娃娃出现时 引发了现场评委的最大争议 他实际是把这个古代 这个娃娃题材的吉祥画的 这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呢 就把握大了 我们进入到现在生活里 表达了一个美好的现实生活了 这个小孩没有活的 就是让人看得很渗透 下一个 它是一个黑嘴盒 这个就是从传统 对不对 这个是从传统审美的那种感觉 是人 对 是素质感觉 不太对的 杨柳青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色彩特别 他的造型特别 他都有他的特性 你把那个元素抽离出来 变成符号化以后 在从今的组合 与现代设计理念 有机的相结合 那就是一个好东西 他没有进行设计 他这边缺这样一个元素 这个是给人的 应养其仇 尤其是 五岁以上的人 无法接受 这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 什么取向的事 但是他的创意特别好 他们一脑的汗是什么呢 幸福生活从哪里来 要靠劳动来创造 我们的今天的幸福生活 不是早来的 盘其他来 你得去劳动的去创造去 他把吉祥化 美好的生活愿景 放到了当下的 美好现实生活 这幅作品来讲 我觉得其实 是一种个性的体现 无论他自己 现在展现的如何 最起码他的这种想法 这种敢于去突破的 这种创意 就非常了不起 他的能力差点 语言就色彩表达也不好 这点承认 但是他这个意思特好 意思还是不错 而且他的想法也好 我觉得就是 党不能允许 这类怪怪的东西存在 评判之争的背后 是评价的标准之争 看来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杨柳青娃娃 今天天津市少数民族大学生 文创产品创意设计大赛的结果 即将揭晓 燕宝如和同学们的心 就像十五只桶掉水 七上八下 在激烈的竞争下 杨柳青娃娃的创意设计 最终以提名奖告终 燕宝如和同学们心有不甘 而天津博物馆里 天津杨柳青木板棉花 仍在悄然释放着他的魅力 春节将至 天津博物馆展尘部的馆员们 正在为一场馆藏杨柳青棉花展布展 一头大一头小 如果我瞧不瞧两个小头 就进不去了 对 它跟这个 你看它跟这个前沿大小差不多比 只是比它小不比再大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展览为的是配合一场 天津歌舞剧院 邂逅天津的表演 歌舞剧院要做一个沉浸式的表演 现在现场的这个 一个在杖棉花大约有一千多件 借用了我们一个 世女游春的一个 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 和一些这个描绘细节 他们这种表演是一种 什么样的形式 我也很好奇 他那个一上来在那儿看也好绕也好 他不能夸就出来了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难受 所以我节奏碎一点 我觉得也行 像那个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一棒完了以后 我一流 就从那里面就带进去了 每次看到了这个 就是世女游春图 下子就给抓到了 就觉得它太美了 就人物的形态太传神了 而且那些女孩的那些状态 反正那是 就是一下子就让我们 都想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还是想 在那个世女上去做 在展馆里头 你看这个 就是我们是想最后能够 在展馆外能够还原这幅画 沉浸式表演 就是塑造表演的历史情境 营造观众与表演的 共情体验 为了增加观众 对杨柳青木板棉画的体验和感受 舞蹈的服装设计 也经历了多次试错 我们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融合 包括它的统一性 我先用杨柳青在一起有颜色 你想看杨柳青说有什么东西 然后试一试试 然后就慢慢就越大胆了 我动作变了 然后服装的色态 感觉也在不同的变化 颜色上 您又是感觉是这种 一层一层一层的 所以他们一做动作的时候 把裙子甩开的时候 其实那个光感是很好看的 就是不是一个颜色 是好多种颜色在里面 服装本身那个材质的这种限制 那个材料本身跟颜色的 往上一挂 它往下流 往下掉 而且它不吸水 反复地试 在这试的过程中 一变一变 我突然想起杨柳青的 这个渲染的这种 这种技法 你知道吗 它有好多颜色 包括脸部的那种渲染 它那种层次是一变一变 才能出来的 你这个国企 就尝试按这种方法 一变一变染 产生一种奇妙的一种变化 演员们开始去歌资的点位了 还有十分钟啊 从前面的那个 就准备工作都看一下啊 经过一遍遍的蕴染 一遍遍的彩排 一场邂逅天惊的沉浸式表演 马上开演 马上开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 严宝如和同学们终于另辟一条西京 他们把杨柳青娃娃改编成一组最萌的微信表情包 用年轻人的表达方式让传统的杨柳青木板年画 在现代人不离声的手机上合起来 创新一再受挫的王燕和同事们 继续尝试着用传统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的技法 融入时代的声音 正月十五的灯节如期而至 古兮的老人们像往年一样相扶相伴 来到杨柳青镇逛庙会 老人们曾是杨柳青木板年画的新中国第一代传承人 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体会着年画的意义 不同的是 今年又王燕相伴 少与老 两代年画人穿梭在人流和光影中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已化过年的时光 那是已经遥远 但从未走远的家 我小时候飞不论对 是一个胖娃娃 我妈说我长得特别像那张杨柳青年画 过年的时候穿着新衣裳 嘴里边吃着糖瓜 小红泡总是舍不得放 摆开了玩瓷花 过了一年又一年 好多的春秋冬香 好多的春秋冬香 奔波在外那些忙碌的人 过年时都要回家 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 可依旧记得牵挂 抱着大鲤鱼的那个胖娃娃 还是那个胖娃娃 给我一张杨柳青年画 不知不觉都在长大 无声无息 年又来了 又多了 几根白发 给我一张杨柳青年画 不知不觉想起了它 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 想到了曾经那些 最美的年花 给我一张杨柳青年画 不知不觉想起了它 忽然之间 想到了曾经那些 最美的年花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